電玩宅速配 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我是主持人墨金 現在遊戲畫面的解析度越來越高 但是人有一群人對像素風格情有獨鍾 這種遊戲雖然解析度比較低 但是給玩家的代入感可不輸給其他大作喔 今天就跟著電玩 Top 10 來看看 有哪一些值得一玩的像素風遊戲吧 Miami 熱線 如果要想像高解析度遊戲中殘暴的血腥畫面 玩家們大概都想像得出來吧 但如果是在低解析度的像素遊戲中 就需要高超的美術技巧了 Miami 熱線中玩家扮演著 似乎似職業殺手的無名主角 在節奏緊湊的遊戲過程中 殘殺方式非常多元 槍械 刀棒 甚至徒手領虐 跟見出來的像素雖然粗糙 卻有獨樹一格的暴力美學 就連劇情也讓粉絲津津樂道喔 菲斯 這個菲斯可不是英雄聯盟中的那一支 而是來自加拿大的獨立遊戲 遊戲中的主角原本只是活在2D的世界中 無意間卻得知了3D世界的存在 因此遊戲中也不斷在2D與3D之間切換 帶來不同以往的遊戲性 也獲得廣大的好評 但菲斯2卻由於遊戲作者 退出遊戲業界的緣故 已停止開發 請出示文件 玩家扮演著極權國家中的邊界檢察官 每天的工作是不斷審查 每一個入境旅客的政見 乍看之下很乏味又單調的工作 卻會隨著每天政局的動盪 而增加審查難度 如果判斷錯誤 還會被扣薪資 最終無法維持生計而結束遊戲 同時又會有恐怖分子強行闖關的事件 讓這個難得一見的題材 比想像中有趣很多 擬真又沉重的像素風格 也讓玩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去月球 羅莎利恩與沃茨博士 兩位專家能進入 將死之人的腦內 在客戶腦中完成 他此生未完成的願望 玩家將操控兩位博士 進入即將死去的 約翰尼的腦中 完成他未能登入月球的遺憾 遊戲畫面看起來 就像是用RPG製作大師 做出來的一樣 乍看之下甚至會覺得粗糙 但是優秀的敘事手法和劇情 讓不少玩家感動流淚 是不容錯過的經典喔 新入谷物語 受到牧場物語系列影響 而誕生的模擬遊戲 玩家扮演的角色來到新入谷 整體祖父傳下來的牧場 除了經營農場之外 也能到附近的城鎮中 與居民互動 甚至是找的女朋友喔 雖然與牧場物語非常相似 而有些反面聲浪 但前陣子居然更新了 多人連線模式 可說是誠意十足 以撒的結合 如果沒聽過 以撒的結合這款遊戲 大概也在Twitch上面看過 《哭哭饅頭》這個符號吧 他就是這款遊戲中的主角喔 以撒這個名字來自聖經中 也是亞伯拉罕要犧牲給上帝的兒子之名 遊戲中的主角 也是因為母親受到上帝啟發後 為了躲避獻祭而躲到充滿怪物的地下室裡 每一次進行遊戲 地城中的怪物與結構都會隨機產生 十分耐玩 超級肉肉哥 以高難度著稱的超級肉肉哥 製作者用簡單明瞭的橫向捲軸玩法 還有關卡設計的巧思 致敬了超級馬力兄弟 而且也獲得極高的市場評價 但超級肉肉哥除了好玩之外 也可說是獨立遊戲的風潮引領者之一 2010年釋出之後 讓大家知道 就算只有兩個人做了遊戲也能獲得成功 像是茶杯頭的製作人員 也曾表示受到超級肉肉哥的鼓舞 《洞窟霧雨》是個頗有歷史的橫向捲軸遊戲 2004年就在PC上免費釋出 也是僅由一名製作者就完成製作 總共耗時五年 關卡的設計有濃濃的銀河戰士惡魔城風格 而且當年還免費開放下載 但是豐富的劇情與戰鬥設定 也都讓玩家大開眼界 可說是引領獨立製作與像素風格的始祖作品 泰拉瑞亞 泰拉瑞亞時常被戲稱為2D版的創世神 因為遊戲中也非常講座探索 蒐集資源與製作道具 多元的NPC與怪物 讓遊戲在多人連線時非常歡樂 也因為著重探索的元素 遊戲中憑藉著低解析度的像素 打造出遼闊的遊戲場域 而且推出的大型更新也都誠意十足 因此在Steam上面的在線人數也始終居高不下 地獄傳說 在一片RPG遊戲的紅海中 異軍突襲的地獄傳說 憑著不殺怪就能破關為訴求 讓玩家能夠選擇屠殺或和平的結局 而且雖然是RPG 戰鬥時卻是射擊遊戲 都讓玩家充滿驚奇 雖然畫面初操 但是音樂與人物設定都非常優異 網路上也出現許多二次創作的同人作品 這款神作如果錯過 那就可惜啦 以上就是這次選出來的十大像素風格遊戲 不知道在畫面越來越精緻的現在 有沒有讓你對低解析度的遊戲又提起興趣了呢 電玩Top10專題 我們下次見囉